我们以前是同事 后来就交往了走到一起了 我们到现在结婚三年了 我们有一个孩子今年两岁的 结婚有三年了 到他们家感觉就没有受到过尊重吧 每次受到委屈什么 不管是我做的对也好 还是错也罢 他说的都是我 我们结婚这三年来 几乎每天都吵架 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 每天都在上演 每次他总觉得是我不维护他 我也知道他大老远过来 他一个人在这边 什么朋友都没有 我每次都是站在他角度去想的 每次是都往他这边考虑的 他总感觉我是一直向着我妈 基本上是他都不解决 小事嘛他不等回事 大事嘛他都做不了组 他也觉得不是个事 反正我就觉得我挺受委屈的 我不想离婚 我还想一直继续走下去吗 掌声有请 有请 男嘉宾小宋27岁 来自山西公司职员 来有请小宋 有请 女嘉宾小石27岁 同样来自山西是公司职员 来有请小石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三年对吧 对 孩子两岁是吗 对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孩子现在谁带呀 我婆婆 你们是跟婆婆居住在一起 还是单独生活呀 居住在一起 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呢 就是期间分分合合 差不多有三年吧 今天来什么事啊 就生孩子那会儿吧 他那会儿是上夜班嘛 上完夜班 然后正好我就肚子疼 去医院了 去医院 然后就肚子都不舒服的不行 他在那儿就睡大觉 就不管我 我看人家别的就是老公啊 婆婆干嘛 都帮着垂腰干嘛 地上 他就在那儿呼呼睡大觉 你踹醒他呀 我叫他叫不行啊 人家盖着一个毛巾笨 就在那儿睡着 我叫醒他人家 我叫他一次 他烦了个白眼 然后继续睡 你也知道我 昨天晚上上的夜班 就是第一天那会儿 睡了一会儿吗 就到晚上的时候 才睡了一会儿 好多这个家庭 因为生孩子这点事 留下了很多的阴影 因为对女生来说 确实那个日子 特别煎熬 还有别的吗 在他们家 就没有受到过 起码的重重吧 是他不尊重 还是家里人不尊重 他和他们家里 都不尊重我 他是怎么不尊重你的 当天生完一些孩子嘛 然后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当天就去了 去了然后到他们家 就伺候罗友 70天吧 然后晚上陪我睡觉 看孩子 晚上也要给孩子洗衣服 给我洗衣服 我妈身体不是三高 糖尿病吗 身体不好 她妈也没说过啥 就是要看 跟你换一个晚上之类的 她也没话说 就在那儿一直看着 这个时候 做一只这个事吧 来是 丈母娘挺好的 每天晚上陪着她睡觉 丈母娘累了 我就陪着 她就跟我妈 换了一个晚上 然后是 还是她换的 我伯伯一句话都没有说 洗了一些衣服 后来是不是 我一直洗衣服了呀 对呀 你是洗了衣服 我妈今天做饭给你 一直做饭呀 你只是洗衣服 你洗了一个星期之后 你去外地上班了呀 然后我晚上 我是陪着你 两个月才走的好吧 我走了 然后丈母娘又陪了一个月 这是我肯定的 你也没说跟我妈 是也换着晚上睡一下觉啊 跟我妈换了一个晚上 你知道吗 孩子在那儿哭了 他在那儿呼呼睡的必死 比我还死呢 有一次孩子不是喜欢爬楼梯吗 从小挺顽皮的 他看在那儿没看好 还是从楼上 不小心掉下来摔了一下 然后孩子哭了 他过去看了一下 然后呢 我们也没所爱知道 他也不是有型的嘛 然后又一次 就是我爸看着孩子了嘛 孩子也是爬楼梯的 然后他不知道干嘛去了 然后也是没看到 也摔下来 然后下就逮着这件事 把饭了 跟我爸又吵了一下 我就说你看孩子 跟上谁走了 没跟你们在一块 你们吆喝一声对吧 家里孩子谁带呀 一直是我带着 然后从去年十月份出来 是婆婆帮着带着 哦 婆婆帮着带 对 之前婆婆就不给看孩子 孩子那会儿小时候 婆婆该不该给看孩子呀 我觉得她看不看都无所谓 那你们就自己看吧 我现在想通了 但是有些事就会不起了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婆婆住在一起啊 她没房子啊 她那会儿就说的是 跟她家人住在一块 你就同意了 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 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吧 本来刚结婚的时候 就因为房子是差点就没有结婚成 那时候 因为那房子是我爸妈辛辛苦苦盖的嘛 住了好几年了 然后就我们结婚时又弄了一下 外面弄得挺好的 然后她就说 在那个房产上添上她的名字 然后因为这家车闹了好久呢 后来我爸妈同意了嘛 然后这家车过去了 然后这后来又不久 影像又提出了 把我爸的名字抹了吧 直接写成咱俩的名字嘛 然后我就这家车感觉 又吵起来了 因为之前被她家人撵出去过一次 为什么你啊 就这样子也是因为孩子吧 他们用那个老虎钳子放在窗户外边 然后正好下面压着一块木布 孩子又过去够去了 够那个木布 他让那个钳子砸住脑袋 然后我就过去说了 我婆婆两句 我说你看把那个用了 就从哪拿放哪去 孩子也学会走路了 跑了干嘛 放那么高 挺危险的 然后正好我公公就过去说了 就说你一天怎么怎么到的 吼着他们家就鸡犬不宁了 什么厉害的 我就不行行怎么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吵起来 画感画没好画 然后就那样子两毛 之前吧 就因为月子这些事 我就想不通 越想越委屈 越想越气 然后我就直接 最后就回我家去了 回我家之后 她也刚上去了 到了一个星期左右 她就是我婆婆和我公公 都没上去接一下 干嘛什么的 就是她一直来回跑 就是她一个人去看我 我觉得就在这里 就没有一点 重视度都没有 不是 要谁重视你呢 我特好奇啊 你嫁给她又不嫁给他们家 你主要针对的是 你公公和你婆婆吧 你是觉得这男人窝囊吗 对 她不站在中间 替我说两句话 就不算 她不替你说话 就算不替我说话 她在中间就调和一下也可以啊 她也不调和 对啊 你跟你婆婆吵过嘴吗 吵过 其实就是我这人是心知口快 有啥说啥 然后我婆婆是属于那种 不坑气 然后她就是背地里 搞小动作的那种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她跟你父母 已经僵成这个样子了 你作为丈夫的 从来没有考虑过 说我搬出去吗 不在这个家里住吗 我租房子吗 因为我要缓解这个矛盾和冲突吗 对啊 我就是为了缓解 然后我俩才出去打工的 就是为了让她跟我家里 然后分开了嘛 你们已经出去打工了 对啊 打工了有没有缓解呢 跟我家里缓解了 然后她跟我之间 然后就 因为一件小事 然后就一直吵架嘛 刚开始是我先休息的 我先去我给她先做饭的 人家吃这个汤面了 然后呢 我先把面放进去了 然后把菜放进去了 然后我好心好意的 一天给人家做好饭 起来叫醒了 人家看见我做的不好吃 你做的就是啥呀 是猪食呀 然后把这饭又兜了给我 我没到 没到吗 不是你自己到的 一脚把那刀 踢的满地都是 然后我也没说什么 然后等到她休息了 人家也给我做了一栋饭 然后人家也给我做了汤面 把面放进去 把菜后来也放进去了 我感觉挺好的 我说起来吃个饭吧 我说哎 开了句玩笑吧 我说我上次这样跟你说 你怎么觉得不好吃呀 为啥给我盗了呀 人家说了就 你狗鸡强强啊 然后就又把饭不让我吃了 然后我就自己上门去了 嗯 我没到饭 也就是说你们俩单独过了多久 半年吧 过了半年 孩子谁带 我婆婆 那你们俩出去打工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孩子带走 一起打工呢 因为我想着就是说 他那会儿在美国上工作嘛 我想就是说 美国上对身体太不好了 威胁力也挺高的 嗯 我想出来 他一个人在挣钱 三张嘴在等着吃 也挺累的 我想替他分担一点 哦 所以就没带孩子 你说 你起来别再假装惺惺的 平时我不说 从来没给我擦过眼泪 我们俩吵架 他从来没管过 哎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跟他过呀 之前又好几次跟他提过离婚吧 反正又两三次都不想过 感觉太迷茫了 太受他们家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没有爸爸 我感觉在他们家 就受不到这种事 我承认我确实就是 跟婆婆的 跟公公这件事 我确实承认啊 我就是做错了 跟他当面也说过 但是事后 我就是该怎么做 还是怎么样子做的 他们家就不是那样子想 他们就感觉就是 镜子碎了 再也粘不到一块了 我想尽量弥补 但是这么多长时间了 我感觉弥补到 跟我想象的 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实际 你也意识到了 在整个的这个 冲突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 可能你没控制好自己 对 我脾气低脚 确实伤害到了公公婆婆 是吧 对 但是你觉得 他们应该原谅你 对 我觉得就是 我不说话 我把那个做到分上 好 下面就是先生了 你怎么看待 你的妻子 跟你和你家人 这一系列的冲突 我也尽量去在中间 去调解 然后去调解中间的关系 都没有他们弄完 就不离一终 所以我们把这个 我把你拥摆 咱们可以重复 找外面 对 不跟从 窗户 从前继续 那么 在这边 被讨厌 在这边 上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点 老师们说说吧 应该怎么办 你们要真不想过也可以不过 这都是自由的嘛 对不对 你们要想过就好好过 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 莎老师 咱俩差不多大 你一直在说 他们一家人没把我当自己人 没把我当家人 我告诉你啊 一个女人远嫁到另外一个家庭 是你自己要不要把自己 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如果说我抱着心态是 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那你嫁进这个家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全家人对你都非常好 但如果你在嫁进门的 之前的那一天 你就觉得完了 我一个外人 要嫁到一个人家 他们全家人肯定都拿我当外人 那势必你看每一个人 都会拿你当外人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 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你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想的是这样 这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你很多事情是要往开了想 往开了看 不能钻牛角尖 所以很多时候 自己想要过得开心 过得好 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在于自己 然后我要跟男生说的是什么呢 世界上没有恶婆婆 只有坏男人 其实你也知道 婆媳问题到今天 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 你是始作俑者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问题 通过你是可以解决的 达到一个平衡的 你要两边说话 怎么样跟媳妇说婆婆的话 怎么样跟婆婆说媳妇的话 这是一门学问 一个家庭 我们都不希望它散开 但是你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是需要大家真心对真心的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萨老师 来 白老师 你看这个妹妹哭得这么可怜啊 真的是 也挺心疼的 就是这小伙子 我觉得也一直是在挺努力的 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反而越努力越糟糕 是吧 你就特别不能明白 是因为 你没发现其中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 她在非常非常的忌妒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拥有了三个男人 对于她的依恋 爱 需要崇拜 等等 她拥有了三个男人 她的丈夫 她的儿子 还有现在她的孙子 这三个男人都那样的 天然的就存在在那个女人的身边 让那个女人活得真的像个女人 而她呢 她从小没有爸爸 然后跟妈妈和妹妹相依为命 她们的家庭三个女人 没有先证的疼爱 没有一个男人 所以当她到了你们的家庭之后 这个女孩子内心当中 真的她会有很强烈的孤独的感觉 会有很强烈的委屈的感觉 她在特别地忌妒着 你的妈妈是一个那么幸福的女人 所以在这个的背后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做出来了很多歇斯底里的事情 做出来很多疯狂的事情 这个疯狂不是因为她不爱你 也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泼妇 而是因为她内心当中充满了对于男性的那种爱的渴望 和不确定感 和对你妈妈的忌妒 所以这个才是 我觉得是问题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所以这个小伙子 我觉得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你媳妇面前 别做你妈妈的儿子 要先学会做你媳妇的顶梁柱 做她的主心骨 明白吗 明白了 谢谢老师 谢谢您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涂老师 你说你心直口快 其实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霸道 自卑而又愚蠢的人 说你霸道 那是色力而内刃 你要用种种的张牙舞爪来武装自己 以免 自己远嫁到千里之外之后 不受人欺负 要武装到牙齿 然后如果说你愚蠢 你实在太不善于抓住人心和抓住幸福 其实你是一个爱无能的人 你每次总是把幸福作成不幸 你太没脑子 此外就是你的自卑 如果你不是自卑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不会因为房产证的问题 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分合合 最后不情不愿地嫁到那个家庭当中去 你是带着不满嫁过去的 所以在一开始这段婚姻就是有阴影的 当你真正地决定了要远嫁到一个千里之外的家庭当中去的时候 你所要做的是融入啊 再怎么责备这个男生 他也没有办法迅速成长起来 他天生缺乏这种处理 婆媳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他缺乏 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女方的这种强势 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给了他一种很好的支撑 所以说如果你们要真的生活下去 一定要小嘉宁独立起来 好吗 好 就这样 说句实话啊 想过有想过的方式 不想过早已经不过了 所以这个婚姻留下的想过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彼此心里都有 所以想清楚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房红堂真情60秒 老婆这三年来我们一直争争争争争地度过 可能我们之间都 都有一些做得不对 如果我们今后能够好好地珍惜对方 能够对彼此的父母都照顾得好的话 我们都彼此给彼此一个机会吧 我觉得我也做得很不好 其实之前做的那两件事我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但是我一直在弥补 就这样评委老师说的话 我可能就是让我自己思维按照他们我的想法一直走吧 我可能太自以为是了 我脾气我一定以后一定改 就算改不了我也会克制的 最后跟你续道一句 在一个人情社会里面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 讲这个宗族亲情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 这个结有一天会结的 什么时候 当你公公婆婆老去的时候 当他们在病榻上的那一天的时候 这个结能不能解决看你了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们自己去想 应该怎么办 能做到就做 不能做到也别委屈了自己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这个你一旦录这种婚姻题的时候 就跟录这个爱情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爱情是在这个生活里浪漫着 婚姻是在日子里熬着 像这样的婚姻就是熬着 所以你面对这个熬日子的婚姻的时候 确实你那个内心是极其之复杂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直接拿戒指就 本来没有宝石护肤领先品牌药 宝石伊贝斯伊贝斯防晒双冠名播出 伊贝斯女王幻炎季 奇迹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 家园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做自己的女王 来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老婆 老婆 我爱你 今后我们一起好好的笑点我们父母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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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 对你同心有种安逸 在梦里 诠释里 不要再迟疑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来填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来 请亮灯吧 来给一个建议 来来 对着镜头 给公公和婆婆 好好道个歉 来 爸妈 上次做的事情 确实我错了 但是我可能就是说 我跟小笨 还是玩不上面子来玩 希望你们在这里边 可以得到你们的原料 行 回去吧 好好过热度 回吧 还 还绷着那劲呢